11月份,因為公司有禁欣節假期, 我請了5天假去韓國和日本玩了11天, 讓我藉著這個機會在這裡分享我的韓國之類吧! 說些黑暗事給大家聽吧! 我因為沒有懷疑去韓國要做KETA, 錯過原定在11月16日早上飛首爾的各班機, 結果回家, 再在11月17日出發。 當日不知我一個一位沒有KETA而不能上飛機, 還有另外4個女生都嘗試在櫃台停止服務前, 儘量拿到一個認可, 因為拿不到一個認可,櫃台就不會印到你的飛機。 其實如果當日我再早過30-45分鐘到機場, 直到KETA這回事,然後立刻去做的話, 我應該會講一次在櫃台終止服務前, 拿到一個認可,再看看怎樣跑到閘道登上飛機。 因為根據網站說, 快的話30分鐘都可以獲批, 慢速就72個小時。 除了KETA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Q Code, 都最好在出發之前準備好。 再告訴大家一件事, 如果你用手機或者電腦Chrome去做KETA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步驟是要拍大頭的, 直接拍或者上傳手機圖片的話, 它都會叫你去resize。 那我就建議採取它們的建議, 直接下載它的APP, 去填所有的資料。 沒有去旅行幾年的大家, 記得檢查清楚各國的新措施, 不要像我這樣看漏樣東西, 而上不了飛機啦。 遲了一天到韓國的我, 追不到朋友和他的同事去樂天世界玩。 放下行李在朋友家之後, 自己去了明洞長展, 和逛了站, 就和以前的一位大學童我去食韓燒啦。 然後我們就去了便利店, 買了雪糕和啤酒, 去一個有景體的區內小公園, 坐了一會啦。 朋友帶過他其他的朋友來過這個地方, 他們都很喜歡這個可以看著魚兒島Chill的小公園的, 那我第一天的行程大概就是這樣啦。 第二天, 我就去了南大門啦。 那我見到呢, 在明洞和南大門都會放了一些旅遊大士給你問路啦。 我見到他們就掛了一個牌子, 說他們是懂日文和中文的, 只不過我見問路的, 都會是韓國的嬸嬸。 朋友跟我說了, 他媽媽會在今天11點鐘, 由安山過來搜尋探墓地, 煮飯給我們吃的。 但我都忍不住在一間叫做 韓信子奶奶授工, 到上面吃了一個早餐。 走完南大門之後, 我就跟著never map走回家, 沿途不小心經過了南山公園, 那我就進去了公園, 欣賞了一陣紅葉啦。 在我走完公園, 在公園另一邊的出口的時候, 就兩個韓國叔叔問我南大門在哪, 我就很簡單地跟他們說, 要往下面走啦。 這些就是朋友媽媽一早上為我們準備的美食, 她還帶了不少韓式小菜。 吃飽飽之後, 因為朋友還要上班, 我就自己一個人去了新村和雲大那邊走走, 找回當年在韓國做交流學生, 短暫住過四個月的那個地方。 朋友就預約了時間, 下午一起去做眼睫毛的, 那我就去了買咖啡啦。 想不到做眼睫毛的那個地方, 都有咖啡機可以做咖啡, 還有零食可以吃的。 接著, 我們就在廣莊市場, 會合她媽媽一起吃晚飯啦。 吃一間來續六年, 獲得米芝蓮推薦的富川生牛肉。 吃完生牛肉之後, 我們就步行到一個首爾新的人氣熱點, 益善洞啦。 聽說益善洞, 就是在COVID期間紅起來的, 強烈建議大家做好資料搜集, 去找自己想去的餐廳打卡。 而我們就因為已經吃了晚飯, 所以我們只會去咖啡店坐下。 我們就選了一間叫清水堂的咖啡店, 室內外都各有特色, 就算坐在室外, 他們都會有亂燈給大家保暖用的。 我們沿途回家, 經過了樂天桃新世界百貨公司。 聖誕燈飾都開了, 我們都拍了不少美照才肯離開呀。 那在第三天的早上, 我就去了之前做交換生的大學, 一倒他的新面貌。 當年在這裡的時候, 他們就在做花生工程。 一直都沒有機會再見到他做好的面貌。 而且, 近來有一套以大學社團 那一隊為背景的韓劇在這裡取景。 當然有去過大學搞的Akawaka的我, 當然知道他們跳舞的舞堂在哪裡啦。 那就趁這個機會回來學校看一看。 我記得當年的表演嘉賓就有 Lisang, EXID, EXO, 和Sai的。 跟著我就在明洞匯合了一個朋友去吃明洞餃子, 和走了一會兒。 然後, 我們就在街邊吃少少東西, 之後去韓正墓啦。 想不到我們要去的韓正墓, 是在東大門Good Morning City的地府。 還以為呢, 董大門只是一個被人買衣服的地方。 給了入場費之後呢, 他就會給一套衣服, 兩條毛巾, 和一條儲物櫃鎖匙。 那, 跟著在公共浴場上洗完糧, 換了衣服之後呢, 就可以進去他的抗精室局了。 因為我本身呢, 就沒有去過公共浴場的經驗, 突然間見到其他女性在同一個地方裸體後, 很悠閒地坐在這裡洗澡呢, 對我的衝擊就有點大呀。 那, 浮完一身汗之後呢, 就可以去熱水池浸一下。 入熱水池之前呢, 都最好又再衝一次身, 以保持衛生啦。 我和我朋友呢, 就加多了另一項體驗, 就是被人幫我們搓全身的腦泥啦。 由韓國嬸嬸幫我們搓, 搓20分鐘。 叫了韓國米露和雞蛋, 大家可以嘗試用雞蛋烤糖來剝雞蛋啦, 都沒有不同啦, 還可以自己帶面摸它膚。 在第四天, 我就約了我的韓文老師在中洲見面, 那我就提前一天, 叫我朋友幫我上網買票啦, 自己坐巴士去首爾高速巴士客運站, 再轉搭去中洲的巴士。 客運站都有很多餐廳, 可以讓你把肚子上車, 那巴士飛就是滑位制的, 上車的時候, 素描一下QR Code, 它就會大聲讀出你的座位號碼啦。 由首爾高速巴士客運站去中洲, 車程就大一個半小時。 那跟老師相應了之後, 我們就出去吃飯啦。 老師就提前在一間傳統的韓屋 建定了位去吃韓餐。 吃飯後, 我們就去了一間咖啡店, 坐下聊聊天。 之後老師就帶我去傳統市場逛逛, 看看平日人們買菜是買什麼。 再之後呢, 我們就去了中央塔公園。 那公園裡面有了七層石塔, 因為坐落於韓國的中央, 所以就被人叫做中央塔啦。 在這裡, 中洲的行程就完結啦。 那我就搭了五點鐘車, 進回首爾。 晚上呢, 我就跟朋友和他哥哥會合一齊吃 豬血腸餃子湯啦。 吃完晚飯, 因為哥哥有車, 他就帶了我們上山看夜景。 去了北岳八角亭, 在這裡首爾的市景一覽無遺, 很多情侶都會上來看夜景。 沿著玄梅曲折的山路下山,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就完結啦。 朋友哥哥說呢, 因為北岳山就正正在總統府青亞台的後面, 北韓特種部隊就曾經企圖想用這條山路襲擊青亞台。 所以這個山是在這裡被封鎖住的。 來到第五天啦。 今天的目標就是去各大百貨商場, 找聖誕樹拍照打卡啦。 第一站呢, 我就去了餘兒島的IFC Mall。 第二站呢, 我就過了隔離現代百貨的H Village。 這裡的特色呢, 就是聖誕樹上面會掛了一些紅色的啤啤紅。 這裡是H Village上一層的一個小小的自拍區。 第三站呢, 我就去了時代廣場啦。 而第四站, 我就去了COAC啦。 最後一站, 我去了樂天世界購物中心。 這條樓梯不得了, 在這裡一定會拍到好多美照啊。 只可惜我沒有同行人幫我開機。 記得要找到室外的那棵聖誕樹呀。 旁邊還有一個船煮木馬。 日頭都已經這麼漂亮, 晚上還得了呢? 然後, 我就去了朋友介紹的聖水洞逛逛逛。 終於逛到有點肚餓啦。 吃了聖水洞出名的薯仔排骨湯。 聖水洞出名的咖啡店, 我就沒時間去打卡啦。 朋友放了工之後, 我們就去了拍貼紙相。 原來那部貼紙相機呢, 還會送回一條timeless片給你的。 今天都只不過是星期一, 都這麼多人在這個區道吃飯。 朋友帶了我去一間, 會令他想起香港, 要入行才找到的一間咖啡店。 那我在韓國的行程, 大致上就是這樣啦。 好開心可以在韓國見到這麼多聖誕的裝飾啊。 好有節日的氣氛。 而大陸日的早上, 我就飛日本北海道啦。